我怎么办 我这上孩子家家 是我这兜里揣着拆钱款呢 老头也想过 这儿女不都要接我去吗 我上谁家去 上谁那也不对 干脆吧 我就把这拆钱款分弄 儿子一份 女儿一份 我自个儿再留一份 可是这时候他想起 他老伴去世前跟他说的 千万不能把这钱分了 妹长 这个钱就是你的护生服 拆房子的钱 自分一份的攥在手里 以后我不再没人照顾 手里面要是再没俩钱 那你就该遭罪了 别管将来跟谁不 钱不能撒手 那是你后半辈子的 护生服 中国过去有句话 钱就是人的胆 没有钱你胆都没了 往里头分析是什么 非常值得咱们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 好好听听 我下边说这个 他这个钱 你要是给儿女分了 你说我现在留着干啥 我到了百年之后 这钱你不给孩子给谁 如果要是房子 说我房子也得给孩子 为啥 我真现在不给他 奖赖过户 可能收税还多呢 那不家捞不着呢 很多家长有这个心理 我反正分斗半辈的儿女 可是你别忘了 你还展示死不了 你不是一个人过日子 你得跟孩子在一块 跟孩子在一块 你别愿说儿媳妇女婿对你 是不像亲生儿女似的 你对他们呢 你想想 你能像对自己儿子女儿似的吗 这有个老太太我接触过 跟我说 我说你这家庭挺幸福 哎呀不行 我那儿媳妇不好 你说下了班啥回来 还得我儿子跟他一块做饭 他女的在家不做饭 还在家里头经常是 家务活也不干 还得我儿媳儿 儿子跑来跑去 我说那你女儿不常回来看 哎呀我女儿嫁得可好 当年家里啥也不干活 都拿得干活可好了 你看 你对你女儿和对你儿媳妇 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你怎么能反过来 一定要求那儿媳妇 对你像亲妈的那 像亲爹的那 所以说 没有血缘关系 他隔着心 那隔着心你别忘了 你跟他在一块过日子 他如果要对你 摔摔打打的 就是你儿子对你好 你女儿对你好 要是儿媳妇和这个女婿 对你不好 你琢磨琢磨 这家庭气氛能和谐 你就说这个进门换多鞋的事吧 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大青年进门换鞋 他就是不换 他就是不换 我觉得他就存心跟我算对 还有 那厨房 你把你进去看看 那听说那能用吗 我跟你说 那装修不能要得换 哪儿哪儿都是粘手的 那最后不还得 我跟他屁股后面擦 爸 能回来了 你现在要把这钱夸 分给他了 反正老头钱到我手了 我也不用对你 点多少咬着 他那态度可能就变了 你不给他 他心里琢磨 我这家有点事得求老头 老头手里有钱 他就得静着你 这个东西你听起来挺残酷 说一家人怎么还能 分这么些心眼 那没办法 人就是这么复杂 亲兄弟还明算账 你手里拿着钱 你记住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 儿女再有 没有自己有好 我自己兜里揣着钱 我就仗有 我就有胆 所以咱们有的老年人一想 我不给儿子给谁 你可千万谨慎 宁可这钱在你兜里多捂一会儿 你别轻轻意杀着 电视剧有你才幸福 改编自小说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世界上 由李雪仙 陶慧敏 刘佩奇等主演 电视剧已经播出 因为贴近生活的内容 而获得观众认可 该剧涉及老房拆迁 黄昏链 房产争夺 肯老 空炒等诸多问题 那么这样一部讲述老年人的电视剧 为何会获得广大观众喜爱 老年故事会为您讲述 有你才幸福 之 养儿难防老 好 欢迎您回到 中国九魂焚酒 冠名散出播出的老年故事会 所以这个剧其实 对我们现实来说 帮助是很大的 就告诉我们平衡家庭 这是需要一点计谋的 人和人交往 是需要有一些心计在里边的 咱们不至于整天 勾心斗角的算计 跟自己碗面算计 但是必要的防范措施 还是有的 你看我那俩混蛋儿子 我还没死呢 就逼着我立遗嘱 遗嘱写写好以后 还得去公证 证明是我自愿的 我自愿个屁 我告诉他们了 我要是留遗嘱啊 就留给我老伴 我老伴要是死在我前面呢 他就把遗嘱留给我 要是我们公公俩 小前小后来一起没了 就把那些钱呢 都捐给那些想念书 家里又没钱的穷孩子 要说什么 也不能把这钱留给我养的那两个 白养我 不喝了 我不好 那么说的事就很多人说 但是我也看 房子不开钱 哪有这么多事呢 但是眼下中国人 你还真离不开这房子 因为房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这些年来 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以后 大家越来越发现的一个问题 就这房子可以养老 怎么养老呢 它有多种多样的方法 如今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已有1.78亿 预计到2050年 每三个人中就将有一位老年人 政府也在积极寻求 更适合中国人的养老方案 例如中国的以防养老 一子女养老 房产由子女继承 二抚养员养老 房产由抚养人继承 三租出大房再租入小房 用房租差款养老 四将房子出租出售 自己住老年公寓 用租金或售房款养老 五 手出大房换购小房